Ni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 對以上庫曼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位兩位選手幾乎是世界前五的一個對決 應該正確還是世界前四吧 現在世界前四是MBL 又有Hera跟Viper Hera現在是首居第一 阿拉伯這張地圖來說是最強的 又的話沒意外的話是前三強 可能跟Viper跟Yo 兩個是差不多同等級的 MBL的話 MBL有點忘記它是第幾名 好像是第三還是第四吧 在我心目中 MBL是第三名 第三名或第二名 話不要講太慢 有點怕 不要講根話 我們現在來播比賽 紅色是馬來人 馬來人在阿拉伯來說 雖然它沒有漁網三倍的效果 因為阿拉伯是不能去捕魚的 但是馬來人呢 有這個升時代最速的一個優勢在的關係 不管你是要攀科技啊 還是要趕快升上時代 然後打出這個村民差距 都是稍微可以補陣的 那馬來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大象很便宜 打強弩也是比較他一貫做法 步兵路線的話 還有這個強制真兵 雙手劍兵是不需要任何黃金的 到後期馬來人也算是一個蠻好打的一個策略 那馬來人的話我還是比較喜歡 出這個強弩配這個海上 配這個強制真兵金冠 步攻路線 當然他的騎兵就真的很爛 因為他沒有三防 也沒有二防 他只有一防 然後也沒有品種 但是他大象很便宜 那他其實大象是可以用的 那我會比較建議 地用時代點下精銳之後 再去按這個精銳毛相符 會更有效果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庫曼 庫曼人的話最大特色是封建時代 就可以幹很多事情 例如封建時代就開TC 或是按這個衝車 去工程 而且他的射箭場跟馬舊 都是相當便宜的 不管是要打快攻 或者是要打一個後期 爆這個兵 爆這個弱馬 爆一堆戰毛兵 射箭場跟馬舊 都很快會補出來的 這算是對庫曼來說 是一種不錯的加成 但是他還是比較需要打他後期的遊俠 配上清茶 會比較適合一點 草原騎兵對他來說 陳茂斯代出了幾次 去騷擾對方的森旅 是還不錯的 但是要當主力 草原騎兵可能會有點困難一點 其他我也比較適合 像那個蒙古或打打 會更適合把這個草原騎兵當主力 好 那庫曼人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會怎麼打吧 先加速一下下 那最近 世紀帝國大事情 就是這個競技場 大失賽了吧 這個大失賽也快要 打到最核心的賽事了 但是這次沒有黑打比賽了 有點可惜 但是有VIPER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VIPER 比賽後面會做出什麼 一些奇怪的競技場打法 因為我們有統計資料過 世紀帝國 世紀帝國玩家們最喜歡打阿拉伯 再來就是競技場 所以我覺得這兩場比賽 都是在世紀帝國圈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算是一個指標性的 誰是世界冠軍之類的 基本上 競技場跟阿拉伯都可以拿到第一名的人 就是世界冠軍 無庸置疑的那一種 好 那這邊兩隻棒棒騷擾 馬來這邊騷擾可以打到東西嗎 這邊再圍一下 唉唷 圍得很極限 黑拉這邊手術有點像VIPER 這隻村民直接硬打半血之後拉走 這邊還吃到一些箭矢傷害 又這邊有些小小的失誤 吃虎的血量不應該這麼低了 但 還是變這樣子 但是他這樣子還是有賺到點東西 蠻黑亞這邊有稍微拉一下骨子的村民 稍微稍微倒了一下經濟 蠻曼這邊49P上封建時代會下TC嗎 好 直接下馬舅 這個打法就是我們之前的庫曼影片也常講到 現在的庫曼都是比較常打這種正常的封建出兵打法 例如出赤猴或出弓兵 正常的反制對手而已 一樣就是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馬上補TC 還是有一定的優勢戰 並不會太 完全打不出特色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打法 現在黑拉這個打法也算是比較適合 想練庫曼的人去學的一個方式 好 這邊赤猴兩邊都在互相騷擾 兩邊都沒有死村 又這邊點下料光技術 這個是為了要探查對方的這個赤猴在哪裡 可以即時提防 因為沒有料光技術的話 地圖真的是黑媽媽的一片 基本上看不到太多東西 這邊稍微反打 殘險的村民沒有被收掉 剩下兩隻棒棒直接被處理掉 黑拉這邊三次猴給對手極大的壓力 好這隻長江兵 黑拉扣命控制還是很好 好 這邊收村 沒有收掉殘險的村民 黑拉有點心機 然後殘險就拿下來了 這隻殘險的村民喔 這隻無敵 兩刀吧 這應該是要兩刀才會死 有點刺頭是武功喔 但是村民有異防 那馬來這邊轉去了工兵 工兵開局也是比較適合他的 那這個地圖看起來圍得有點大 真的有點大 這個圍 哇超大 這個要這樣子圍 能圍得起來的話 就很不錯 但是就是很難圍 你看這邊刺頭一大堆進來 又有毛兵 先點一下對方的長江兵 又圍不住了 這邊又爆開 怎麼辦呢 黑拉這邊感覺要打強軍士 刺頭跟毛兵都按這麼多 看起來是要來打一個封建大戰了 好 又在黃金處補下一個料光塔 法因應非常及時 他知道左邊這個料光塔 不插下去的話 是很難守住的 好 赤猴 稍微繞一下 毛兵反制 收掉了幾隻工兵 這邊打得不錯 黑拉這邊直接繡爆 最近有觀眾 在問這個毛兵的開花是怎麼用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頻道首頁 下方這個模組教學裡面 有講到的東西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搜尋 很多其實模組相關的事情 我們都拍成影片紀錄下來 給大家方便去選擇 要哪些模組的 好這邊黑拉直接衝進去 直接打個一波 應該可以殺我幾吹沒有問題 這邊又先點掉長槍兵 這個很關鍵喔 槍兵只要全部收掉 這邊刺頭就可以一直輸出 哇 這個就是世界冠軍嗎 好強好強 這個空兵好鬼啊 哇 你看這邊 又已經被殺了兩吋 聰明差距慢慢被打出來 而且他的主力部隊 基本上全滅了 又這邊想反打回去 是很困難的 但是 這邊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黑拉這邊 好 那又這邊也點了 但你看城堡時代 比較慢點是買來這邊 確然已經先領先了 好 這邊被打破 如果出去發現外面在 在挖石頭 這邊村民會危險 又會不會在這邊差一根劍塔呢 高地塔 防下這邊的劍塔 這邊直接在下面去挖石頭 沒有木頭可以挖 改挖石頭 又這邊經濟有點爆炸 他挖這麼多石頭 經濟會很慘 但優點的話 是可以到城堡 style 馬上改動城堡 好 又這邊還點下平走跟一擊馬卡 這個強軍士打得非常漂亮 好 這邊 又也有少量的工兵被抓包 反正想說到他架的時候 再回去看喔 結果路上就被攔解 黑拉這邊的地圖衣室 還是非常好的 但他的毛病也按太多了吧 按到十字字耶 好 又這邊選擇打了毛巷夫 好 非常便宜的毛巷夫要登場 好 你看對方升到城堡 style 黑拉也是選擇了撤退 所以把自己兵往後拉 然後蓋下TC 城堡中心 好 城堡位置蓋這個地方 但是他已經按了一台衝車囉 這裡已經有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我就想說奇怪為什麼他TC這麼晚蓋 通常城堡時代一點下去就可以按了 但是他沒有那麼多木頭 原因是出在他蓋這個衝車加工程器製造所 這樣子就要375木了 非常貴 好 那黑拉這邊 方完全全把庫曼特色給打出來了 好 從車拆劍毒很快 好 補下一些騎士 直接潛壓 好 點下二級色 這毛兵還沒升 好 剛剛講你就點了 好 這邊是選擇了一級攻跟護衛技術 OK 結果是直接要打爪刀嗎 哇靠 爪刀勇士一戰 那爪刀勇士這個單位的造價非常便宜 只要15黃金而已 肉也只需要少量的20幾肉而已 那他的一個特色呢 是出兩隻單位才佔一個人口 所以 你出六隻 只需要三人口 用這個人口壓縮的優勢 大量擰壓 要優先升攻擊力會比較好 但這邊還是點防禦力了 這邊爪刀勾士 其實升防禦力也沒辦法坦太久 因為血量太少 除非擋這個戰毛兵吧 點防禦力確實是有用 好 爪刀繼續出 這邊第一時間想要去抓黑拉家裡的村民 黑拉會看到嗎 直接走到金礦旁邊 開始砍村民 村民被砍掉了一隻兩隻 三隻應該是沒問題 這隻殘血沒收掉 稍微可惜了一點 要撞TC嗎 好 還好點二防 這個TC射到沒這麼痛 好 但是家裡有少量清奇兵 也是被家裡的爪刀勞士給收下 又這邊的防守打得非常漂亮 正面黑拉直接躲到TC 收村 然後用騎士扛住傷害 收掉了家裡的內亂 哇 黑拉這波解得漂亮 好更多爪刀勞士也衝得出來 直接想要硬收掉這些戰毛兵 應該沒有問題 只要招待一隻騎士的話 就有機會 但是戰毛兵直接往前點掉了森旅 森旅直接硬生倒地 好這些馬來 爪刀勞士應該是沒救了 趕快跑趕快跑 好 騎士數量太多 就很難繼續輸出 那目前村民插刀已經開始被漸漸打得出來 又雖然這邊也是3TC運轉 但是黑拉這邊TC運轉得更好一些 3TC補下 那這邊是補黃金 那石頭就要補這了 對 黑拉真的是標準式打法 如果TC不是開在石頭旁邊 就要蓋彩晃的地去挖石頭 哇 這個 這不愧是實驗玩具 非常標準化 標準化這件事情 是非常困難 因為很多 情況下 沒辦法讓你 這麼順暢 或是讓你記得這件事情 但是 他們的實力就是 很可以很穩定的 發揮這些 英勇該做的事情 你看地上的TC也是蓋石頭旁邊 這邊石頭 到城堡史丹野村是一個蠻重要的支援 但是又不能太早 通常都是要第三個TC 再去挖石頭 才不會容易斷村啊 斷肉 或是沒有兵可以出之類的 好 這邊找到一隻騎士 趕快拉走吧 保留一下實力 這個要直接送掉了 有點可惜 好 頭車回頭找一發可以嗎 兩隻騎士直接上來硬砍 後方還有一隻騎士 可以收掉老頭嗎 老頭沒有被收掉 反正是先打村民 OK 老頭直接收了進去 兩隻老頭都活著 又這邊有點慘 因為家裡被鬧了一波 所以村民剛剛說出來 沒有把兵控好 兩邊村民出現是59村 對61村 黑仔只有兩村的優勢 哇 可以跟這個世界冠軍 打成這樣子的就是又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 爪刀勇士在城堡初期 也是可以拿來騷擾 而且還意外的還蠻有用的 因為通常你城堡時代不打騎士 對方只要一出騎士 就很容易擋下來 就像黑仔這樣子 只要有騎士 正面擋住問題是不大的 但是馬來 又一直用少量的爪帶勇士 去抓後面村民 其實還是有點殺傷力的 甚至有點鬧到黑仔這邊的 經濟跟前面的控兵 好 那給我這邊 把城堡再繼續往前補 這根城堡要是能補得起來的話 就很賺 唉唷 這個頭車砸得不錯 通通砸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回放 好 回放看一下 完全沒空 直接倒光 剩下五隻 OK 又這邊慢慢把自己的優勢打回來 黑仔這邊可能也有點意識到 有可能會被反推 這邊也差不多該下城堡 這裡差一根城堡還不錯 這是黎柚的正面 而且這個插下去之後可以守TC石頭 都可以 正面也可以守得住 好 這邊少量的爪帶勇士 再度跑到余佩拉家裡 啊 我終於知道了 以後這邊先升防禦的意義 就是為了要來擋TC的箭矢傷害 所以才先升防禦的 不然通常爪道要跟騎士互打 一定是先點攻擊力的 好 這裡有十隻騎士 直接硬抓挖十口的TC村民 村民被抓掉了大概四隻左右 村民處現在差距開始被拉開 65村打75村 這邊騎士打的還是漂亮 好 這邊高地投車 直接做一個反擊 這邊找到一隻騎士 哎呀 老頭還是倒了 有點可惜 沒有關係 這個高地投車 很快就可以把這個TC給拆除掉 這邊經濟可能會再更差一些些 欸 這個騎士居然沒看到這隻 又開始慢慢反推了回去 雖然村民處還是弱鶴 但還是努力的用 開始轉一些軍事方面 去來想要反擊黑亞 黑亞這邊直接把所有的騎士 拉回正面 正面的老頭跟投車可能會不保 但是爪道勇士也沒想要回頭救 因為他看到這邊騎士數量太多 不想要回去硬打 反而是選擇了把爪道勇士 派到了黑亞家裡 好 結果這邊的基地點沒有設好 爪道勇士直接送光 好 進入到城堡設成方位裡面 那這樣就不會太虧 城堡傷害可以收一些騎士 好 可以再收兩隻騎士 哇 一隻 好 結果高地黑亞還是蓋下了城堡 家裡的爪道勇士依舊在鬧 哇 這裡這隻騎士立大功了 好 這裡開TC直接被抓包 又到處都有兵 黑亞應該就會很納悶 奇怪 走到哪都 走到哪都有兵呢 是怎樣 家裡裡面也有 好 大家可能被殺個一村 好 但村堡數還是沒有差距太大 竟然是81村對93村 村堡落後12村而已 好 黑亞終於把正面給守下來了 這跟城堡立起來非常有價值 開始轉青茶囉 青茶數量一多 馬來的爪道勇士 基本上就很難發揮了 畢竟跑不太贏馬弓之外 這個血量又少 很容易被這個扇彈給 被這個榴彈給射到 很容易死一片的 那如果我是馬來的話 我會想要轉強弩 或者是轉這個戰毛兵 然後再打這個強制增兵 再轉一堆農田喔 打這個雙手劍兵 反正不用黃金嘛 當肉盾 當然這些科技都是需要大量資源 所以現在右這邊要需要非常 一直農 不能斷斷續續的農 然後家裡還要守住 這個就是現在這個比賽點 最困難的地方 用輸的都很簡單喔 實際遇到的時候 要怎麼經濟調配 適時的出兵 真是一門學問喔 好 兩隻生女過來 想要試著招一下 好 但這邊招想 沒有招到任何的兵 黑塔直接拉走 早上我是先拆除一個哨戰 黑塔要把兵拉到右邊做防守嗎 但黑塔這邊沒有第一時間釣兵喔 是覺得可能 這是一個釣虎離山之際喔 他可能要來偷襲其他地方 但黑塔想想喔 右邊確實他是他最薄弱的地方喔 好像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打 好 是拉了一些青茶過去打 但青茶這邊沒有做一個拉打 直接被換掉了一隻 兩隻沒問題 三隻也換掉 第四隻可能腰不薄 哇 爪到的攻速還是很快的 好 這邊馬來點一下帝龍師帶 升級速度非常高速喔 只要一分半就可以升級 但黑塔這邊充運速已經飆到了一百二十七村 一分 一百十八 好 這個又要拿出一百五十吋的戰術喔 結果這邊只有一百吋就點帝龍師帶 補下三個軍營 好 看來是要先出一些槍兵 然後轉強制增兵 有沒有可能 好 老頭走過來 城堡射個幾下 老頭順便倒地 好 再嘗試招一下沒有招到 好 跑掉了跑掉 好 清查的數量來到了大概快十隻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要打贏對方的爪斷龍師 大概數量二十隻左右 會比較好 清查的數量要維持在二十隻 是一件蠻關鍵的喔 在庫曼來說是一個 算是細節嗎 因為數量太少 真是很難使用這個單位 好 但是這邊出了奴炮 奴炮稍微反制 好 城堡裡面大量的奇兵直接噴了出來 想要來直接抓掉巨銀頭司機 好 這邊直接衝了進來 左邊第一時間巨頭被輸出 但這邊有很多長槍兵直接防守 但是依舊守不住大量的奇兵直接爆開 奴炮巨頭直接被拆掉 但是黑仔這邊也損失了大量的奇兵 但左邊七奇兵數量還是維持在一定的 好 大概八隻左右 這一波交戰黑仔打得非常突擊喔 空平沒什麼問題 好 這時候他也升到帝龍司彈 點下了手推車 拇指環 好 153村村民已經來到了緊繃 但是還在按 好 他的策略就是150村 然後一直按 按到上面經濟全部都好了之後 還去把這個村民滴掉 黑仔在拿出了他最拿手戰術 雖然這個戰術是很久以前就有的 但是這時候黑仔又把他拿出來重新用了 發現這一招確實好用 經濟真的超級好 我個人也是很喜歡150村戰術 但是我常常在城堡時代跟地龍時代初期就被打爆了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多看一下黑仔的比賽 看他怎麼農上去 那我覺得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一直邊出兵 然後一直邊農 這個可能是我需要加強的地方 邊打邊農真的太困了 好 大量七級兵直接騷擾 馬來這邊疾病有點救不太到 但家裡有一棟城堡可以稍微守住 還算可以 但又這邊村民術也是一直往下 雖然他也是想要目標到150村 但這兵有點快扛不太住 後方七級兵打得有點煩 好 七級兵終究還是收下這些七級兵 這根城堡看起來有點難守 又這邊三巨頭直接開拆 裡面的清茶全被噴了出來 你要不要再住手 什麼快塔了 快掉了 再一輪 再一輪巨頭 好 收掉 沒問題了 沒有石頭 這邊石頭歸零 收不起來 但是又這邊城堡也是掉了 這邊果然大量清茶打擊兵相當好用 好 這邊用兩隻勝利直接招掉清茶 幾兵直接無腦上前 開始硬A 但這裡有小偶秀 清茶還是被打掉的一些數量 哇 這裡已經清茶大概死了五六隻有了吧 這樣有點虧 好 又把自己經濟慢慢補了起來 目前是幾兵 只出幾兵沒有出任何單位 戰毛兵也沒按 覺得這個搭配還是要出點戰毛比較好 戰毛直接去硬點對方清茶 幾兵就稍微防守在家裡 好 這邊可能要上來硬點長槍兵 長槍兵還想要控 這邊我覺得直接上去戳了吧 順便戳一下清茶的數量 但只要一戳清茶的話 後面清幾兵就會去後方打巨型頭C 但是又這邊即時趕到 把巨型頭C給修了回來 黑拉兩台巨頭直接被反制了回去 但是損失了自己所有的級兵 又這邊有點尷尬 兵力全部喪失掉了 巨型頭C直接被清茶給射掉 好 三級攻一點下 黑拉這邊打得非常好 抽名數還是156春 但又這邊也是喔 抽名繼續補 OK 三級攻補完 可酸人具也點下了 好 讓我抓到 直接抓到了黑拉這邊 挖洪劍村民 可是黑拉的反應都相當急死 看到被燒到馬上就調兵派手 好 助手 黑拉的兵速度非常快速 正面清晰兵直接互打 哎呀 這邊打有點虧啦 後面這個城堡傷害太高了 黑拉這邊點下三級 大概三級龍可能也會點 以前我常常在講 黑拉每次打輸 Viper 我都會嘴她說她太主動控兵人都不控經濟 結果她現在變成控經濟的玩家了 玩變超強的 那時候還有 那時候還有觀眾說 是你不懂黑拉 黑拉才不是因為經濟不好才輸的呢 看來事實證明就是她以前經濟都沒在控的 她現在以控經濟之後連Viper都可以打贏 以前她打輸 Viper都是因為經濟不好 沒什麼資源可以出兵 但她已經完全改變了 這個就是 世界冠軍的蛻變嗎 好 好 這邊清洗兵直接復打 五 這邊爪到數量有點多 哇 果然還是打得贏 這邊清洗兵數量也很多 但是直接被反制了回去 好 但數量還是過多 馬來只打步兵戰 我覺得會有點虧阿 哇 打量打羅馬直接殺了進來 黑拉這邊直接不管了 硬傷硬傷 這根城堡蓋起來有點賺 可以守到黃金兩況 後面墓區也可以稍微守一下 這根城堡去被打掉 退守 黑拉這邊技工打得水生活了 又這邊不甘失落 好 幾兵繼續往前送 開始把自己的經濟往左擴 開始在空圖 好 當然黑拉這邊也是用大洛馬 倒兔巡邏 看一下她經濟處到底在哪 好 清掃數量又回到二十幾隻 OK 還點一下安息人戰術 有安息人的話打幾兵威力就更好了 安息人戰術已經搞定 有有感 開始很痛開始很痛 射得很痛 左邊清洗兵送光 又這邊村民處來到123村 黑拉這邊稍微低了一些村民 村民將只剩142 但人口依舊是滿的 黑拉這邊還是要繼續 不是黑拉 右這邊還要繼續按村民才可以 有有有有在按 OK村民又繼續鼓 這邊爪刀配疾兵再次向前 破曼這邊點一下了精銳清茶 精銳清茶打爪斷勇士跟疾兵都相當好用 這邊巨鏡頭司機被拆掉一台 第二台應該可以 瞬間收掉 黑拉這邊直接打爆對方巨頭 但是自己肉碼全部送光 這邊稍微想要秀操作 騎兵跟 爪斷勇士直接開火 錯掉了一些清茶跟肉碼 但是人家還是有射程的 優勢還是比較高一些 黑拉村民又不到100塊150村 好 左邊 寶斷勇士 繼續屠殺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85% 90 就拿一些村民過來 應該是可以 9192 393 停下來了 哇 很極限 九五九六 九六 九六 九六停住了 哇 但是家裡被一堆大肉碼入侵 又要怎麼守住呢 急兵跟爪斗勇士 第一時間過來 出來反擊 這邊反擊效果還不錯 雖然爪斗打肉碼很癢 但是急兵還是很有傷害的 好 更多的清茶來到上方想要來把這個城堡蓋好 OK 終於就還是把這個城堡蓋起來了 雖然的防守還是打得不錯的 家裡兩棟城堡防守 然後又有肉碼跟清茶即使支援 哇 這兩邊怎麼可以打成這樣子啊 但又這邊兩棟城堡也是蓋得很好 這兩棟城堡確實守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好 又這邊經濟 慢慢再補回來 繼續補村民 清茶開始往前 巨頭要繼續架起來 好 急兵這邊防守效果非常好 清茶往前開始無視 這邊出兵點 巨頭架起來之後 這根城堡可以拿下 這根城堡可以拿下 今天石頭很進步多 這裡要硬修可能也修不久 好這根城堡終究還是拿下了 就這邊還能繼續打嗎 經濟不夠轉出強制增兵了 這樣關這些找到勇士跟疾兵就是他的極限 巨頭司機再度被拆掉 這邊偷拆失敗 黑亞這邊反應非常快速 馬上拉一堆肉碼直接做反之 但是黑亞即使在怎麼送兵 這些大肉碼一直送也沒有關係 村民宿還是持續 高達133村 人口還是200 肉量庫存還會1000多 怎麼打都不算很虧 反正這邊有 雖然爪帶勇士很省喔 讓他省2000多黃金 但是最後還是打出了GG 看這個爪刀出了259 肉碼出了264 又最終還是不敵黑亞的經濟 這個直接被對方的肉碼給淹死了 那也是因為黑亞這邊軍事打得也不錯 該進攻的時候就進攻 該騷擾的時候就騷擾 該反制就反制 該防守 黑亞這邊還是做的比較好一些些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應該是由黑亞這邊拿下了一些 木頭跟食物 食物甚至贏了快1萬6 要是馬來有這個1萬6的話 就一定可以出不用錢的雙手劍兵 直接硬尻尻對方的肉碼跟清場 但黃金上來說是又贏了一些些 但石頭上也是又贏了 兩邊都沒有差太多 所以才可以變成55K 但是這個肉類 黑亞還是農得比較好 結果看他這個農地 就知道發展多好 該農都有 農田都快來到快100 100農田了 哈哈哈哈 這就是 蜕變的黑亞 注重經濟 打得非常漂亮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支影片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